我的心很好 可是我不会讲话 我很吃贵 大家好 我是演员走音子 博业于中央黑格学员 超到11年 出演过 谢谢一波 然后我现在 以PPT的方式 给老师介绍一下 我真实的自己 各位老师们好 我是迪密梦渣赵英子 迪密梦渣是网友 给我起的外号 我当时立刻就收下了 他们来源于 迪丽热巴 姚蜜 孟子艺和古丽纳渣 所以我很开心 因为我认为 他们是娱乐圈的 颜值天花板 我问一问你问题 我没看懂 我是迪密梦渣 是什么意思啊 他是那个 就是迪丽热巴扬秘 孟子艺的结合体 就是 华明有情这样 四大天王集于一体 那你为什么 你自己是赵英子嘛 你干嘛要他四个名字呢 对对对 是的老师 就是当时 其实我是 看了网友 给我的这么一个评论 我觉得很有趣 所以我就把它用上来了 但是你不觉得是个 是不像的一个贬义吗 是损你的吧 对吧 我认为真的认为 他们是娱乐圈的颜值天花板 所以我就把它转化为 这是对我的表扬 那我以后我出来 我就是 Spilbert Lucas Tarantino 耳朵生 太可爱了 对 总之老师 你能记住我就好 你觉得你自己 跟他们四个人 有什么相似之处呢 或者超越他们之处呢 我觉得是颜值 可能比较 有一点 可能网友觉得比较相似 但是我没有把我的演技 和他们来比 我就跟自己比 对 就是说他样子 有一点像 他演技方面 不要站到这四个人 是这个意思 对 不是 连勇我不介意 演技别来了 不是的 不是的 我觉得美 我告诉你 这个名字不能用的 对呀 你不觉得你这样 迪迷孟家 是戒严的光吗 这个如果改在我身上 迪迷孟家 灰影红 我会很生气 因为我就是我 才是成功 我不用像他们 对对对 我知道 我知道 老师收到 然后我觉得我是一个 从哪里跌倒 就从哪里爬起来的人 那个图是真的摔倒 还是形容 真的摔倒 真的摔倒了 为什么摔得那么假呢 是这样 我当时在拍 《天衣无缝的杀青》 我大概连拍了 是四十多个小时 然后我就要去参加红毯嘛 那天北京特别冷 然后我就穿着那个吊带 就整个我就不好了 晕倒的时候 一瞬间就是想去服 但是又扶不住 请你稍微 请你稍微靠后一点 有什么不舒服吗 来 哎 啊 你为什么外面不加点羽绒啊 他不能加的 以后我不就有经验了吗 今儿个他们让我穿礼服 我说我坚决不穿 我穿得厚厚的 因为我怕再晕倒 哎 我有一个问题 你知道我们在娱乐圈里面 我们好多时候是避免不了一些负面的新闻 是的 你去怎么看自己的负面新闻呢 有时候 就是大家对我有误解 原来我其实不太会做真实的自己 我总是端着 然后特别害怕别人说什么 但我现在觉得演员最重要的 一定要脸皮厚一点 好演员都是被骂出来的 我觉得 你是听到了端着不好 所以你就端着了 我就 不是端着不好 只是我自己不是那样的人 然后我非要去营造出那样 演一个那样的人 我自己很难受 很别扭 甚至不自然 你觉得你播方面的很右手 你有没有缺点 我觉得我最大的缺点 就是我太实在了 我想回到演出方面了 作文方面 我真的 我们很难 好 这是我的履历 其实我的事业呢 是出道即巅峰 大二的第一部戏呢 就是女一号 第三部戏 就是当年的收视率第一名 后边的成绩我就不说了 因为没有任何可以超越 我出道的成绩了 但是我觉得 无论成绩好坏 演技还在 然后给老师看看 我演戏的高光时刻 我拍了那么多次电影 你竟然背叛了我 我哪里被他架了 你这些年的所作所为 早该应一样 我希望你死在我前面 都是魔鬼 你实在是太孤独了 你是不会原谅他 你告诉我有错吗 我有什么错 哎呦 拍了十二年的戏 我总结了十二个字 就是起点甚高 中间摆烂 现在稀碎 但是我觉得 正是因为这些起起落落 让我更加明确了 我要用演技 重新找回那个 起点甚高的我 那那个 正宇哥 我想问一下 您觉得香港的那些电影的话 我适合哪类的角色 尖子 正宇哥 我觉得啊 儿童很多香港电影 那很适合你 很现实的题材 这个人很放得开 嗯 儿童那些电影就 千万不要演 是另外一个课题 你一直写诗片是吧 对对对 对千万不要演 二道节的呢 我有机会找你的戏看一下 对对对 很很适合他 对对对对 是的 所以所以二道 你得多留意我 谢谢 好 你去准备一下啊 谢谢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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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觉得我对这种后宫的戏比较拿手 我会比较身长一点老师 嗯 对不起 因为你刚才告诉我 因为你刚才告诉我 你最拿手是反派 那我觉得有时候机会应该是给一些希望能够转型 而没有机会的 好 OK 我已经有答案了 海琪 两位 感谢 感谢你 感谢 感谢 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 有兴趣 我调动情绪和信念感也是蛮强的 我希望能把这个角色挑战成功 好 谢谢 我选你 你过来 谢谢 对不起啊 没事 上海瘫的选角 女生来争取了药 女生来争取了药 里边也有很多感情纠结的一些戏 我觉得我可以很好的把握 我再选择 黑衣服 谢谢 谢谢 按照这个外形来说 我觉得黑衣服这个同学 更符合教养这些气急 对不起啊 没事 就是我是一个不撞南墙不死心的人 所以我就每一个我都站起来 那金之玉孽的剧主选择 张可怡 邓翠文 金之玉孽 忐忑呀 非常忐忑 我总觉得 我要最后去试一下 我觉得这个戏舞 跟我之前演的一个角色比较像 感情全白费了的时候 他是懂得保护自己而已 嗯 对 那我也很开心哦 其实你对玉影这个角色了解也非常 但是我的想法是这样子的 我就 就已经 有一个人物我是非常想合作一下的 那个就是韩学 你才觉得 我真的很差吗 大家都不喜欢我 我有那么差吗 我 我怎么了 我到底 但是我帮助了 我不能哭 哎 加油 加油 没事没事 加油 就我每次特别想选担总数 选不上 没事没事 才第一期呢 怎么样 我们要加油吗 对吧 但是凯西姐一来安慰我 我瞬间就被感动了 我知道你肯定很 每一个角色我都想去挑战 因为我觉得只要有机会 我就想去争取 可是我发现 没有人给你机会 特别难我 我们现在开始 攻心计 是族行者的剧组选决 上海滩的选决 金珠玉念 我没有想到是这个结果 可能是我自己的问题 我表达不好 但是我承认我就是个不太会讲话的人 我的心很好 可是我不会讲话 我很吃贵